大家好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這個活動 那個是因為我們本身是一個音樂文創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現在實體空間在重山北路的那個光點旁邊 那我這個想法其實來自於上次的活動 有一個idea就是說 我們想創造一個歐洲的一個方式 所以就是說實體空間它有個音樂演出的角色 那也有音樂創作的角色 那其實我們的計畫是希望說 透過一個共同的一個資訊開放 把一些創作的一些資源跟資料可以提出來 然後交給一些跟音樂製作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表演者 他們可以透過這些資料的開放以後 重新再創作它 那可以在一個實體平台裡面可以被發表 所以這個簡單的idea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有一個實體空間在光點附近 那我們想說透過這樣一個實體演出的一個資源 那再結合一些音樂人演出者 他可以共同在這邊做演出 那這概念發想其實 因為這也是一般我們對於音樂領域這當中的一些創作瓶頸也好 還有一些音樂發展的產業 其實都是在我們在尋求一個機會 那如果說透過這個資料的一個整合 那它也同時被開放重新製作 它就是可以有機會再重新被發表 那我們現在有資源的部分是說實體以外 然後硬體的設備的建構 那另外再把線上的共同創作平台也創作出來 那再加上我們現在實體的人 音樂製造者他可以做參與 那我們希望這個計畫是可以被 終於是被發展出來 那另外就是說 有別一般的音樂演出的實體空間的不同的方式 那藉由這個機會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平台 那我們現在因為只剩一分鐘 我想這邊有一個我們現場的一個實況 所以簡單說我們是希望 在座有我們可以共同討論一種 可以以一種資料被 就是說音樂創作的資料 可以重新被發出 讓我們重新再去做整合創作這樣子 那謝謝 好 謝謝